亲爱的姐妹们,能和你们在一起感受到你们的坚强力量以及对主的爱,实在是一项莫大的祝福,感谢你们日常生活中的慈爱和怜悯对的他人。 我们知道早期纳福慈祝会的姐妹们,哀家哀户进行探访,彼此失助,察觉他人的需求,提供食物,照顾病人,并对每位妇女和其家人表达爱心。 这让我想起犹大书中的教导,对某些人要爱心、怜悯,怎么做,就会造成不同的结果。 我在沉思这节经文含义的时候,想到了救主,以及经文中多次谈到基督对所有人的爱与怜悯。 在新约中,我们经常读到耶稣在回应人们需求的时候,他怜悯他们,他对他们心怀怜悯,看见有人饿了,他给他们吃,有人病了,他治愈他们。 有人在灵性上需要滋养的时候,他教导他们。 怜悯是对他人怀着爱与慈悲。 怜悯是有同情心,渴望减轻他人的痛苦。 怜悯是展现对他人的仁慈和温柔。 救主要求我们照他所行的去做,要承担彼此的重担,安慰需要安慰的人,与哀者同哀,给饥饿的人食物,探视病患。 援助软弱的人,扶起垂下的手,彼此教导国度中的教义。 对我而言,这些文字和行为是在描述施助别人的探访教师。 探访教导让妇女们有机会彼此看顾、巩固及教导。 其职责与亚伦圣职的教师十分类似,也就是要一直看顾教会成员,以及和他们在一起,并兼顾他们。 探访教师借由祈祷、关心自己受到召唤去服务的每位妇女来展现她的爱。 贝克姐妹提醒我们,由于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与教导, 因此我们重视这项神圣召唤,代表她去关爱、认识、服务、了解、教导和施助。 今天,我想跟你们谈两件事。 第一是,你们担任探访教导、教师的时候,带给其他人的祝福。 第二,是你们为人服务的时候获得的祝福。 前不久,我拜访了阿拉斯加、安克拉治市的一群妇女。 房间里坐了12名妇女。 另外,透过电话扩音连线的,还有来自阿拉斯加其他城镇的6名妇女。 这些妇女当中,有很多人住在离教堂数百英里远的地方。 他们教导了我有关探访教导的事。 当地的探访教师需要搭飞机、坐船或长途开车,才能亲自探访所有的姐妹。 很显然,时间及金钱上的花费让居家探访成为不可能的任务。 然而,即使这些姐妹无法时常亲自探访,但是她们热切地为彼此祈祷。 寻求圣灵的指示,了解姐妹们的需求。 她们努力经由电话、网记网路以及信件来保持联络。 这些姐妹用爱来服务,因为她们已经与主立下圣约,并且渴望能造福及巩固其他姐妹们。 在刚果共和国,有一对全新奉献的探访教师走了很远的路,就为了探访一位姐妹和她的小婴儿。 探访教师透过祈祷,准备了一篇信息,想知道如何能对他们探访的这位亲爱的姐妹有所帮助。 对这位姐妹而言,她非常地高兴,因为她们的来访就像上天特别赐给她们的讯息。 探访教师进到简陋的住处,这位姐妹,她的家人和她们全都被提升且蒙受祝福。 此刻,长途跋涉不再是什么牺牲了,她们的爱心永远改变了这位姐妹的人生,造福了她的生活。 教会在某些地区,由于距离遥远,金钱花费与安全考量使得探访教师,无法每个月都亲自探访。 不过,透过个人启示的力量,真心去寻求关爱、看顾、巩固他人的姐妹,找到了很有意义的方法来完成主的召唤。 受到圣灵启发的辞助会会长,要与主教商议,透过祈祷、指派探访教导任务,协助主教看顾和照料知会中的每位妇女。 我们若了解商议与获得启示的这项过程,就会更加了解我们肩负施助的重责大任,会更有自信地仰赖圣灵来引导我们所做的努力。 我是这样的人,每个月探访过几位姐妹后,便会如释重负,自豪地说,我做完了,探访教导。 或许我要报告的部分是做完了,但如果那是我探访唯一的理由,那就令人惭愧了。 探访教导的美妙之处不是交出一张百分之百的月报表。 探访教导的美妙之处是看到人们的生活改变,他们擦干眼泪,增长见证,感受被爱,家庭被巩固,受到鼓舞,饥饿者有食物,病患有人探视,忧伤者获得安慰。 事实上,探访教导永远没有做完的一天,因为我们要不断看顾和巩固彼此。 探访教导的另一项祝福是爱与合一会增长。 经文劝告我们要如何获得这项祝福。 它命令我们,要用同一的目光向前看,有同一的信仰和同一的洗礼, 并让他们的心在合一和彼此相爱中交织在一起。 许多妇女谈到她们在教会中重新恢复积极的理由,是因为每个月都会有中性的探访教师前来探访、施助、拯救和爱她们,为她们带来祝福。 有时候,探访信息是你们在探访中分享的最重要事物。 有些姐妹在生活中除了你们带来的信息外,很少获得灵性上的滋养。 利亚赫娜和旌旗杂志里的福音信息,可以帮助妇女增长信心,巩固她们的家庭,或强调爱心服务的重要。 有时候,你们的探访带来的最重要的祝福就是倾听。 倾听有安慰、体谅与医治的功效。 有时候,你们则必须卷起衣袖,帮忙家务,或是帮忙安抚哭闹的孩童。 有时候我会说, 哎呀,我得把探访教导做完。 这些时候,我忘了自己是在探访和教导姐妹。 那时候,我把她们视为负担,而不是祝福。 我可以诚实地说,每次去做探访教导,我都感觉更好。 我觉得自己被提升,被爱,也得到祝福,通常都比我去探访的姐妹所得到的还要多。 我的爱心扩大了,服务的渴望也提升了。 我可以看出天父安排我们,看顾与照料彼此。 这是多么棒的一件事啊。 担任探访教师,还有其他的祝福。 例如,让没有什么机会熟识的人,彼此有机会认识,成为朋友。 有时候,探访让我们成为别人祈祷的答复。 而且,个人启示与灵性经验,也都与探访教导息息相关。 我曾到自己知会或是世界各地的妇女家中造访,获得了人生中令人倍感谦卑愉快的灵性经验。 我们彼此教导福音,一起哭,一起笑,一同解决问题。 我因而受到了提升与祝福。 接近月底的某个晚上,我正准备要出城去。 但是,还有一位姐妹还没有去探访,那时候已经很晚了,而且我没有事先约好,我没有打电话,也没有同伴。 但是,我决定要去探访我的朋友朱莉,这是很重要的事。 朱莉的女儿艾希丽一出生就得了骨子疏松症。 虽然艾希丽已经快六岁了,但长得很小。 她除了能移动自己的双倍和开口说话之外,没办法做其他的事了。 她整天都躺在一张羊皮地毯上,日复一日。 艾希丽是个快乐开朗的小孩,我非常喜欢和她相处。 那天晚上,我到了他们家,朱莉邀请我进到屋里。 艾希丽大声说,她想让我看一件事。 我进去后,跪坐在艾希丽身旁的地板。 她妈妈在另外一侧。 艾希丽说,你看我能做什么。 接着,艾希丽的妈妈轻轻地扶住她。 艾希丽将身体转向一侧,然后再转回来。 她花了将近六年的时间,达成了这项了不起的目标。 在那时,我们一起拍手欢呼,又哭又笑。 我感激天父让我去做了那次的探访。 没有错过这么棒的经验。 如今虽然事隔多年,可爱的艾希丽也已经去世了。 但是,我永远感激曾经与她共度这么特别的经验。 多年来,我亲爱的母亲一直是位美好且全心奉献的探访教师。 她总是不断地想办法提来提升和造福她探访的家庭。 她会特别留意所探访姐妹的孩子, 希望可以巩固他们的家庭。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教会上, 有个五岁的小孩跑到我母亲面前, 对她说,你是我的探访教师,我爱你。 对于我母亲而言,成为美好妇女以及其家人生活中的一部分, 就是一项祝福。 并不是所有探访教导都会有如此温暖与美好的经验, 有时候很不容易的, 尤其是去探访一个不欢迎你的家庭, 或是很难约到行程忙碌的姐妹。 你们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跟某些姐妹建立良好的关系。 但是只要我们真正去爱及关心这些姐妹, 为他们祈祷, 圣灵就会帮助我们, 找到看顾和巩固他们的方法。 多玛孟孙会长和救主一样, 擅长提供帮助给其他人。 他持续不断地探视和帮助他人。 他曾说, 我们周遭有需要我们关怀, 鼓励,支持,安慰, 仁慈相待的人, 我们就是主在这世上的手。 有责任为他的儿女服务, 提升他们, 主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来达成这些事。 一个人除非谦卑并充满爱心, 具有信心、希望、仁爱, 并能在交托给他照料的一切事上节制, 否则不能协助此事工。 我们所探访的妇女都是交托给我们照料的人, 让我们心怀、关爱和怜悯, 使托付我们去看顾的人生活得以有所不同。 姐妹们,我爱你们。 我祈求大家都能感受到天父和救主耶稣基督的爱。 我向你们见证救主活着, 奉耶稣基督的名。 阿们。 阿们。